大家好,华语有佳作,我是树根小木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恐怖的喜剧片《回魂夜》 在周星驰的喜剧加持之下 这部恐怖片也会被赋予什么样的独特气质呢? 话说一栋老旧大厦九楼的李老太去世了 李先生一家三口在楼道里烧纸前拜着头妻 过往的邻居却都指指点点 这家儿媳妇正在装模作样 他们家可是出了名的婆媳不合 在击败之后,夫妻俩似有心虚 打算今晚临时去宾馆住上一宿,一边避开头妻 但回家时却发现儿子小龙竟然不见了 李先生只好先去找寻儿子 让妻子先在家把宾馆的房间订上 这李太太坐在沙发上,墙上还挂着李老太的遗像 那眼神仿佛就是在质问自己 屋里一阵风有一阵响的 偷着一股子的古怪 人们常说头七晚就是回魂夜 她不禁想着婆婆是否真的会回来 被那诡异景象吓得李太太赶紧夺鸣而出 但被李老太上身的小龙却拦住了她 谁想此时一位陌生的黑衣男子却拿着大喇叭吓跑了恶鬼救了她一命 男人名唤李昂,看起来是个捉鬼的能寿 他一路追赶着李老太到了电力室 一把把门关上,毫无畏惧的拿着匕首威胁起了对方 让其打电话回家认错 但李老太也很是委屈 他本是含冤而死就想趁着今晚给自己报仇 那李昂当然是不允许鬼杀人的 但此刻他已被门外的声响吸引了注意力 李老太本想趁机逃跑 结果却踩上了外路的电线 终于被电逼离小龙的身体 然后一股烟又不见了踪影 而那电线本是大厦保安铁胆为自己所准备的自杀手段 哪想却被两人意外破坏 心生闷气就要上前导致李昂的麻烦 还好被赶来的保安队长一行人给劝解开了 这队长看起来也是为挺憨厚老实的人 本来多少还有点信李昂的说辞 但很快就目睹到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 竟然前来把对方给捉了回去 队长马上便认为自己是受了欺骗 觉得什么鬼怪之说完全都是江湖骗书 于是继续在这大厦里巡逻 而另一边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 则带着李昂驾车离开 殊不知还有一人一直都在暗处观察了这一切 而让人正是大厦的住客 名叫阿群 他今晚因为失恋 本想跑到顶楼散心 不想意外遇到了李昂 正在神经质一般的对着一株花 自说自话 阿群一下子就产生了好奇心 随即一路尾随 原本只想要看对方到底要做些什么 只是没想到越瞧越是着迷 甚至在心中默默认定 那李昂就是牵底下最勇敢的人 不过阿群的这执着在旁人眼里都觉得是因为失恋而丢失了理智 好在他也并不在意他人的眼光 还真就一个人跑到精神病院去找到李昂 进了里面发现个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很好听 上着天文下着地理 至于真假和对错 那就要靠外人来判断了 其实李昂只是因为从小什么都不怕 说话又是电视单倒刺 赌定的认为世界上一定有鬼的存在 所以那些人都把他当作了精神病 不过阿群却相信了对方的说辞 两人聊得很是投机 于是便一起返回大厦 去收服那四机报仇的李老太 大厦里的保安除了队长以外 大部分都是工作马虎之辈 甚至保安如花二人 更是趁着夜色去窍门偷盗 而好不容易来的两位新保安 却因为方言的问题 和人没法交流 把这队长瞅得不醒 时钟已经走到了十二点 队长一人进了电厅 打算前去巡逻 却发现里面的按键 失灵一般的自动停在了酒楼 他本身变胆小 又想起了李老太的事情 心中不禁打起鼓来 楼道里 气垫亡魂的乡主还在 李老太现身 本想寻求帮助 结果却不小心吓到对方 还把自己摔得偷身分架 队长看着这诡异的场景 怕得要死 但人毕竟还是好心 大着胆子抱起李老太的头颅 询问对方是否有什么怨屈 于是对方便把这真相说了出来 原来他的死的确不是一半 而是儿子与儿媳合伙导致 故而才心有不甘 此次趁着头七 前来回魂报仇 可不等着队长去报警 拿刀的李先生就已经冲出来 想要杀人灭口 到了大厦的底楼 队长正好撞进了偷玩钱的 如花二人组 跑过去时顺手便把二人手里的包拿来 装起了头颅 这边的保安铁带喝了不少酒 瞧到有个女人在跑 误以为是同事给自己交代的首飞锻炼女子 赶紧便使劲喊住对方 表示要发泄一顿 而如花二人则是拼命抢回了自己的包 却发现里面竟然有个硕大的头颅 吓得是魂飞魄散 脚底抹油赶紧离开 队长好不容易跑进大厦之内 本想搭乘电梯逃命 谁知刚一开门 就看见楼里的尹君子被人查了好几刀 正在向他求救 并表示楼上的李太太也正在拿着刀追杀自己 这一下子两人是上不能上下不能下 被他两夫妻只好逼到了天台上去 李先生虽然一直辩解自己只是失手杀死母亲 但也在不停的胁迫两人赶紧跳下去 以免自己的事情败露 就在此时李昂和阿群即是赶到 二人努力和李先生交涉 结果对方却因为情绪过于激动 直接失足掉下楼去 而李太太眼见丈夫身死心生怨恨 为了报仇 更是给自己套上了红衣跳楼 决定灰魂液化成厉鬼 将这里的人通通杀死 到了大厦底下 李太太血肉模糊的躺在那里 而李昂过去拿出了最强武器折叠凳 猛烈的敲打着对方的身体 那场面之血腥让旁人都不敢直视 但没想就是这么一顿暴打过后 李太太竟然活了过来 不过他执意要死 一把就掏出了李昂口袋里的手枪 给自己痛快的来上了几枪 不过就算如此 李昂也没有放弃 他拉过了身受众伤的尹君子前来输血 结果发现血型不对 只好扯来电缆 通过高压电竟然生生的把李太再次救活 但在李太迟意要死要活 为了减轻这份寡躁 李昂一个飞刀过去 直接彻底解决掉了对方 要知道他这一出手是再无生还的可能 而红衣裹身远期不散 夫妻来的回魂叶注定了将要血流成河 那时候李昂用马桶超度了李老太 送起下了地府 而那一晚过后 队长和阿群就把李昂看成了捉鬼的大师 为了能够在回魂叶幸存下来 两人便叫上了其他保安 主动向他学习如何抓鬼 李昂抓鬼的课程第一课就是叫大家如何去重新定义恐惧 所谓的恐惧不过就是一种情绪的催发剂 所以不要怕 战胜恐惧最有力的办法就是勇敢的面对他 故而拿出了炸药来训练几人的胆子 结果竟然直接就把保安们炸进了医院 一群准残障人士坐在了大排档里 还得继续听着李昂的抓鬼教程 在时间一久 大家终于就收购了李昂的疯癫 很快抓鬼小队远离解散 灰魂夜的当晚 保安们照旧去大厦各处巡夺 而胡须保安刚刚独自走进电梯 风向便呼呼直转 片刻之后里面就只剩下了一地的血腥 外地的保安看见了惨像 连忙跑来通知大家 可却因为方言无法交流 而那一边还有一人独处一室 谁想突然屋内灯光开始昏暗 气温迅速上升 所有的东西都被融化在了高温里 其更像是变了些幻象活活下死 而阿群则趁父母不注意 偷跑出来寻找对当 结果也进到房间当中 在他眼里自己的身体迅速膨胀 最后轰得一声爆炸 此时的李昂总算出现 他拔掉插头把大家从幻觉当中解救出来 然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已经足够让大家抓狂 于是有人大骂了李昂的神经质 于是开门离开了保安室 可只过了几秒他又回来紧紧握住了李昂的手 并直言是自己年少无知过于轻狂 毕竟此时李家夫妻的鬼魂正在门外 也由不得他不信了 这李昂告诉众人 鬼会通过脑电波让人产生幻觉 如果坚决不去相信就不会被控制 而他则通过随身携带的那粉花 来寻找鬼魂的位置 为了渲染气氛 阴森恐怖的音乐再次响起 队长更是被吓得尿急去了厕所 可刚一坐下马桶里面就缓缓伸出了一只手 保安铁仔本想洗把脸冷静一下 刚一打开水龙头血水便喷洒出来 不过两人全都选择无视 只当那是幻觉 大家留在服务内跟随着音乐苦中作乐 让自己能够转移一下注意力 可片刻过后 旋转的话竟然停向了阿群的位置 李扬立即一斧头便砍了上去 而阿群则渐渐的跑开 他还为来得及解释 队长也被李先生轨上身 狠狠的就掐住了李扬的脖子 好在他及时拿出了铜锣敲响 并逼退了李先生 众人也并不着急追上去 而是决定先行去把阿群身上的李太太解决 趁着李太太被困住 既然配合默契 那插上音响拿出电吉他 用摇滚的节奏逼出了恶鬼 不过很快对方又又没了踪影 他们也只得缤分两路前去逃鬼 于是这种大厦当中 鬼反而被人追的仓虹逃窜 话说这边李扬和阿群搭队过后 敏锐的察觉到李太太的靠近 于是便拿出保鲜膜在门框上张贴 又从自己的桌鬼工具箱里翻到出了一袋巧克力 原来这鬼大多数时候乃是无形无影 然而只有巧克力能让这鬼现行 只听李太太惨叫一声慌不择路就撞上了保鲜膜 正好被李扬一把收复彻底解决掉 这时另外几人抓了被鬼上身的队长前来会合 可对方一直变称自己不是鬼众人不信 此时只见阿群手上的话渐渐转向 停到了那位外地保安的方向 原来李先生的鬼魂早已经换人上身 而他则更是把保鲜膜和抓毁的工具箱全都抢走 如今没了工具傍身 局势一下子便转变起来 这李先生拿起电锯毫不犹豫地屠杀了他们 队长则是躲在消防栓里 下方刚出现的瘾君子路过 结果双双被杀残不忍度 其余几人好不容易爬上天台的脚架 但终究已经是无路可逃 而李先生还紧随其后 电锯一下接着一下 正危险之时 李昂从高处跳下 利用杠杆原理将阿群等人送到了平台之上 可他刚一落单就被李先生追杀 幸好那阿群及时放下竹竿 才得以顺竿爬上躲过一劫 如今那李昂可谓是临危不乱 从口袋里拿出一根香蕉吃了起来 看准石器更是把香蕉皮扔了下去 等到对方一踩到之后便跌落平台 只是那恶鬼怎么会被摔死 哪怕是被脚架砸倒也一次次站了起来 李先生更是不停歇的拒着脚架 平台一定是摇摇晃晃 众人更是被吓得腿软 在为自己命不久矣而抱头痛哭 只有李昂并没有放弃 他拿过报纸搞出了撕顶纸帽子 表示这乃是自己飞行器的建议形态 让众人只要怀传信念便一定可以飞起来 事到如今 企人也只能是撕马当成活马衣 他们戴上帽子坚定信念 然后便干脆的跳了下去 大概是奇迹 奇人真的在空中飞了起来 而李昂却被李先生抓住裤子 好在他随手就送给了对方一个手榴弹 让其回了老家 今晚虽然是惊险万分 但另一种视角去看着世界倒也成了别样的趣味 他们围成一个圈缓缓下降 但不想就是刚刚那短短的接触 李昂已经被李先生上身 他撕掉的阿群等人头上的报纸 一边让他们全都摔下 幸好由于离地不是太高 三人方才没有性命之忧 他们跑到大厦内部将能关上 可以转眼对方就在面前 这下前有追兵 出去的路又被堵死 三人觉得恐怕是要彻底交代在这里了 但这时恢复了些许神智的李昂来到阿群面前 他努力控制住了身体里的恶鬼 并表示自己好不容易将鬼留住 只求对方能够拿上电锯杀了自己 以便彻底解决掉这厉鬼 可眼前还是活动上的李昂 阿群又怎么下的入手 他苦苦的哀求 可时间已经不能再耽搁了 于是阿群被迫在悲愤和矛盾当中 亲手杀死了这个神秘的男人 面对大厦里的几条人命 活下的三人反复解释了鬼的存在 但在旁人眼中 这不过都是发疯失神 所以都被送入了精神病院 自此 启人整天在医院当中 神神叨叨的仿佛便是下一个李昂 而阿群则继承了李昂的那盆花 每天都在医院的长椅上 等着对方回来 而在阳光普照的这一天 那位黑衣的神秘男子再次出现 他抱歉的打着招呼 那一刻 阿群却熟悉的笑了 这部灰魂夜上映于1995年 这一年对于周星驰来讲 极为的重要 因为在年初《大话西游》上映过后 票房惨败 原本他是希望跟刘振伟导演 两个人通过这部作品 一起大胆的去尝试一次 94年时 周星驰感觉自己已经陷入到了演技的瓶颈 因此渴望突破的他 便揭拍了《大话西游》 所谓的便是用悲喜这样的方式 给自己带来一次全新的尝试 可惜没有人想到 他失败了 可却也成功了 《大话西游》的票房惨败 带来的却是几年之后 这部电影渐渐的被提升为了 《华语殿堂级》的作品 在无数个电影排行榜里 那都是居高不下的状态 而这部《回魂夜》 则是周星驰与刘振伟用来救世的片子 哪怕如此 两人在电影里依然加入了大量的创新 甚至说 我们可以将之看成 是僵尸鬼怪题材的岗片 在盛世末尾最好的几部作品都不为过 再仔细想想 自功夫之后 不管是作为导演还是演员 周星驰已经近20年没有排除 让人排手承担的佳作 90年代的周星驰 同样有着票房的压力 同样有着资本的热捧 那个时候的他 虽然票房会扑解 但创新与努力 却从未丧失 20年过去 当年身无分文 却敢大声喊出我杨丽的一天愁 如今却成了贩卖的情怀 甚至喊出了去电影院 还电影票的宣传口号 马上周星驰就要步入60岁了 希望他日归来时 在那满头银发之下的 依然是此间的少年 我是舒威宇木 感谢你选择用我一起去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期再会